姐们班青串鱼怎么也上新面包了 他们家也上新的这种肉松面包 一把可给大家拔9个 我们来看一下吧 哇 这个是红丝绒的 这个是墨鱼马鼠的 哇 他家这个马鼠好拉丝啊 这个是椒盐香葱松松 哇 他这个手感真的不一样 他这个软糊多了 他这个 别的不说 他家这个层次做的好分明啊 就挺好看的 这层次是啥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个红丝绒的吧 他这个做的比较短 就是更紧实一点 好软啊 他家这个 也是蛋黄 然后加肉松 全麦粉和小麦粉做的 热量的话都在264大卡 到272大卡 肉松也是很湿润的 整体面包不是湿润型的 也是比较蛋口的 里面的肉松不会咸 咸蛋黄味好突出 我的妈 它那现在基本上也是 你看从中间到尾巴 都是的 嗯 好吃的 而且它更软糊 就没有那么的干吧 再来这个墨鱼麻薯 你看它是麻薯好的 拿撕啊 麻薯稀一点 也是这么多料哈 还是带有一丝丝肉丝感的肉松 我觉得它这个内馅好像蛋黄酥的感觉啊 好软啊 你看 你看 一样一个坑的这种 没啥会弹性 完全不干吧 你看一下它这一般的料是不是也是那么多 很多的它正材实料 它这麻薯就比那个还要更拉丝一点 我感觉它这个麻薯拉丝的也都有点那种 乎上下糖的那种感觉 乎上下糖的那种感觉 香葱椒盐的 来嘛 你看 掉了 我的肉松掉了一坨 这个香葱味好浓啊 就刚那坨肉松吃进去就是满满的香葱味 嗯 就好吃就好吃 我觉得香葱的东西都好好吃啊 拍下这个欧包吃的感觉其实有点像一种 很紧实的大饼的感觉 嗯 这香葱味的真的很绝啊 你看 我喜欢吃这个香葱味的好好吃啊 它这肉松是香葱味的 嗯 但感觉它没有扎葱 但是香葱味可浓啊 真不错它加这个 确实还不错 就你们看一下它就是短一点 但是很扎实的这种很紧实做的 就如果你还吃这种软的你看 这种软的没有那么干吧 然后现在又比较多的话 可以选择它家 它家做的我觉得真的还可以 而且肉松是那种偏湿润一点的哈 不是那种干干的肉松 就整个感觉 它这个面包都是很湿的 就湿湿软软的那种 就层次各方面都好分明啊 你看蛋黄 那肉松 我觉得这个可以充电门 而且它的价格好合适啊 我觉得那个香葱的最好吃啊 我觉得那个香葱的最好吃啊 吃的话 吃了太甜的